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北韩日前决议将共组女子冰球队参加冬奥,此事引发南韩国民关注,也出现许多反对声浪。 南韩总统文在寅昨日为此前往正川国家队选手村,并和男子及女子国家代表队队员拍照。 文在寅强调,若南北韩能组建联队意义远大于北韩单纯参赛,并直言,若南北韩能够组队参赛,这本身就可以名垂青史。 根据南韩中央日报报道,文在寅昨日前往正川国家队选手村和冰球国家队队员一起共进五宴。 文在寅表示,若南北韩能够共同进场或是组建联队意义远大于北韩单纯参赛,期待这能进一步促进南北韩两国关系发展。 他也激励运动员表示,我很清楚你们到目前为止为了成为国家队队员争取奥运会参赛权,付出了无数心血,所以说平昌东奥的主角就是在座的大家。 文在寅在午宴之前也参观了冰球训练场地,针对女子冰球。 文在寅说,女子冰球国家队是唯一的女子冰球队,大家都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挑战。 姑且不论女子冰球连队的成败与否,这样的行动会让南韩国民更加关心冰球,可以借此振兴冷门运动。 有分纪认为,文在寅昨日前往选手村的行程看起来虽然是在激励运动员,但也带有安抚反对组队言论的意味存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